HELLO 我是虚零六 今天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什麼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使用三星S23的手機 你發現你在錄影的時候 MP4傳到電腦上 無法直接點開看的話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就是影片格式的問題 S23的手機錄影的內建設定是H.265 那一般來講電腦上可以直接收看的MP4 是H.264 那如果你想要之後拍的影片 到電腦上不需要重新轉檔就可以直接看的話 你只需要設定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馬上看下去 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要設定的地方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把你的手機打開來 我們先點選相機 打開以後 上面左上角的部分呢 有個齒輪按下去 按下去會進到相機設定裡面 我們往下滑 點選進階影片選項 點進去以後呢 它會有很多選項 我們選擇第一個 高效率影片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部分 我現在就把它關起來了 那如果你們是剛買S23仔手機的時候 可以發現它內建 它是設定打開的 如果你是打開的狀態呢 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它的影片呢是H.265 那其實部分的應用程式呢 它可能是不支援這個格式的 所以呢我們要把它還原到H.264的話呢 打開這個地方關掉 這樣就沒問題喔 當你關閉以後 你可以下次使用看錄影功能 在這樣的影片傳到電腦去 你會發現MP4就可以看了喔 那今天這支影片如果對你很實用的話 請務必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影片 喜歡把你的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